你两个过来一下 今天我们老板娘要过来 店里要选店子 你两个好好表现 好 介绍一下吧 不都在这吗 你过去这个干呢 美女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看我这个身形 你家衣服有我能穿的吗 美女 我看你这是典型的苹果型身材 我们家是大马女装 衣服你都可以穿的 我带你到里面看一看 选一选 你要是确定我能穿 那你给我搭配一套 我相信你的也不光 行 里面行 美女 你看 我们家这条魔素裤啊 双排裤子设计 可以调节松领 可以调节大小的 还防止往下吊当 这种高腰的呢 还能包着这个大肚子 盘力也特别的大 你穿的话 肯定又舒服又显瘦的 你别骗我吧 不会骗你的 我帮你拿着包 有什么事你直接叫我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我再给你搭一个上衣 行行 帮我去试试 好嘞 来美女 我给你拿那个上衣 你搭一下 行 我好谢谢 陈陈啊 你干嘛要对这个人那么好 你看那些穷专业 你看就是买不起 你不要这样子 店门都是客 不要以貌取人 难怪你夜间的合餐 就是不会看人 有钱人才能买得起 像这种穷专业买不起的 傻 美女 我们家这个裤子你穿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你看我穿着裤子显瘦吧 特别显瘦呢 我都完全看不在理想200斤 我感觉出了1.50斤吧 我呀 十大十的200斤了 你看看我这肚子 大肚子啊都能包起来 而且松紧高腰的 包着还挺舒服的 一点都不勒 弹性也挺大 小小裤子版型 穿着还提前腿强的 那你们这个裤子 收价是多少呢 我们这个是五四九块九一条 啊行 那我给你打包吧 不用了 其实呀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你是老板 那你刚刚主要是那样的来呢 这个店不是缺店长吗 我差点那个样子 就是为了考察一下 看你们对人家服务态度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 你这份服务态度呀 正合我业 这个店的店长之类就交给你 不行 老板 我刚来没多久 可能送人不了 你服务态度那么好 我看好你哦 谢谢老板 咱们做服装行业啊 拼的就是服务 好 加油 没你的事了 你去忙吧 那谢谢老板 喂 陈经理啊 咱们店的那个什么金鸡是吧 你给大家给我开了 下午就不用来了